哈喽大家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证件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奇幻短片 《伟娜的等候》 公寓内,一个迟墨老人艰难地爬着 从身体里掏出了一条早已绑好的绳子 准备从窗户逃离这个房间 临行前还对房间比了个中指 但他却因为体力不支,摔下了楼 在即将脸着地的时刻 他被绑好的绳子拽住了脚 假牙也掉在了地上 然后立马被拉回了房间 窗户也自动关了起来 时间回到几天前 安娜因为想挽回分手的男友 来到了这间公寓 因为房租很便宜 房东是个老太太 安娜不明白为什么要出租这么好的房间 还是以这么便宜的价格 老太太竟然说 她要去周游世界 比18岁却过着80岁生活的我 真的强太多了 安娜当即决定要租下这间公寓 和管理员签订了合同 老太太也立马背上自己的行囊离开 安娜觉得有些不可思议 但也没有多想 直接开始大扫除 将墙壁粉刷了一遍 然后把房间里的一些装饰物都扔了 她要将这里改造成自己的家 但她却发现 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没用 房间里的一切 还是会变回原来的样子 重复了好几遍以后 她崩溃了不再挣扎 选择洗洗睡 第二天醒来 她发现自己衰老了很多 立马去找管理员说自己要搬走 管理员却说 如果不找到下一人租房者 她是没有办法离开的 气急败坏的安娜去看医生 想开医疗鉴定报告 证明房子有问题 可能是辐射什么的 却让她在一夜之间老了几十岁 但是医生却让她去精神科看看 安娜为了证明自己只有25岁 拿出了自己的身份证 却发现了上面布满了黑色的蕾丝 无奈她只能去开房 因为她不想回到那个可怕的房子 然而第二天醒来后 她已经成了一个迟暮老人的样子 因为太过衰老还掉了一颗牙 她再次回去找管理员 却得知离房子越远就会老得越快 因为那是个不喜欢孤独的公寓 但是安娜却拒绝这样做 即使是她最恨的人也不行 于是她决定一把火烧掉房子 但就在她点燃火柴的那一刹那 她倒在了地上 幸好管理员及时开门 从她的嘴里扯出了一条蕾丝救火了她 原来这个公寓受到了诅咒 如果没有租客住进来 那么旁边的人就会受到牵连 甚至整个小学的学生都变成了老人的样子 政府曾经想拆除这里 却也无能为力 他们只能依靠出租公寓这个方式维持安定 善良的安娜不愿意这么做 直到她发现自己的身体正在逐渐变成毛线 她找到了自己的前男友和新欢 准备将房子租给他们 但就在男友准备签合同的时候 她一把将咖啡倒在了合同上 并大声的叫他们滚出去 然后让管理员锁上房子离开这里 她独自一人坐在沙发上 安详的准备迎接自己的死亡 毛线从她的身体里长了出来 她也逐渐陷入了沙发里 成为了沙发的一部分 一块新的蕾丝垫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慢慢变老哦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迷妹带你看进各种电台库话电影 下期见啦